加拿大警方正在全力追查兩名男子 他們涉嫌和星期四晚上 在安達略省的一家餐館發生的爆炸案有關 在爆炸發生前沒多久 他們被餐館的安檢攝像機拍攝到 他們進入這間位於墨西加沙市的餐館 調查官員說星期四晚上 在安達略省墨西加市的這間餐館發生的爆炸事件中 有3個人受重傷 另外有12人受輕傷 到目前為止還未有聲稱對襲擊事件負責